张柏芝与谢霆锋离婚十年 两人早午瓜葛 儿子成为他们唯一的联系 1月30日 张柏芝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带娃日常 晒出的视频中 突然出现他与神秘男子十指紧扣的画面 动态一出 该男子的身份引起大家的猜测 不少网友都认为这是他的男友 又认为该男子可能是三胎儿子 马克斯的生父引发热议 张柏芝先是晒出与大儿子谢震轩相处的画面 许久没有露面的Lucas个头飙升 15岁的他顶着金色波浪卷 穿着棉袄 虽然正脸并没有露面 但侧脸轮廓与妈妈十分相似 紧接着张柏芝又晒出 与三个孩子一同外出购物的照片 只见他身穿蓝色上衣 戴着同色系帽子 下搭运动裤 打扮得既休闲又时尚 丝毫看不出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他牵着三胎儿子走在最前面 而大儿子和小儿子则紧跟在身旁 值得注意的是 张柏芝的左边 还跟随着一位身穿全黑套装的神秘男子 他身形纤细 双手插兜 低着头走路 他与女方并肩走在一起 看起来关系亲密 或有夫妻的感觉 显然是跟着张柏芝一起出来约会 顺便溜娃的 但男子显然不愿意暴露身份 捂得很严实 只留下了一个背影 而且这个神秘男子的身影 含神似张柏芝的前夫谢霆锋 都是比较修长 双腿比较纤细 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意外的 张柏芝晒出的视频画面中 他与一位男子实质紧扣 虽然是一闪而过的画面 但能够看到该男子身穿黑色卫衣 与跟随在张柏芝身旁的神秘男子是艺人 由于是被影照 暂时无法识别男子的身份 张柏芝也曾透露自己有了新恋情 曾发文表示我不知道什么是缘分 但我知道什么是原因 言语中似乎是在暗示有了新感情 以至于不少人都在猜测 该男子是否就是他的神秘男友 更有甚者猜测 这会不会是张柏芝三胎儿子的生父 一时间网友们议论纷纷 该男子的身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 张柏芝三胎儿子的生父是谁 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的未解之谜 每当他与异性一同出现时 对方的身份就会引起大家的猜测 这么大哥孩子生下来 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唯一能说得通的便是男方的身份很不简单 有钱跟有权总得占一样 身份没被曝光 或许是在被拍到后立马打点了一番 又或者身份大倒无人敢曝光 不管怎么说 张柏芝能带着男友与儿子们外出游玩 两人还当众牵手秀恩爱 双方和平共处度过美好的亲子时光 足以说明对方已经获得了继子的认可 陈关希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 在整个圈子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陈关希 张柏芝 还有阿娇 都在这段时间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直到今天 他们依然无法摆脱这种影响 各种各样的留言充斥着他们的耳朵 继三个孩子后 张柏芝第一次出现在女人三十家上 再次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关注 很多网友都在讨论着她的看法 张柏芝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 分析了她的人生 那一天 张柏芝告诉我 这一切都给了我很大的打击 她没有任何的遗憾 她在这二十一年里犯下了那么多的错误 却从未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遗憾 张柏芝说过 她会一直往前走 不会回头 说到这里 张柏芝的声音有些颤抖 她并没有说出和陈关希合照的事 但很明显 这就是她和秦关之间的关系 她说 这件事情之后 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也很伤心 但她必须要坚强 不能失败 提起张柏芝 人们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 她那倾国倾城的脸蛋 没错 张柏芝就是当年 无数男生女生心中的偶像 她不但有着一张 如同天使般的脸蛋 更有着一身妖娆的身段 更是娱乐圈中的 一位演技精湛的女影星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许多人的容颜都会有一些皱纹 但是张柏芝的容貌 却是越发的雍容化贵 当初张柏芝在演艺界混得风生水起 也参演了不少的名著 可是她的爱情生活却并不如意 张柏芝和谢霆锋闹出了绯闻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在此事件发生前 张柏芝和谢霆锋的关系还算稳固 但由于这次事件 张柏芝深受重创 张柏芝在离异后独自带搭了自己的小孩 这些年来她从未再娶 反观谢霆锋和王菲的恋情 却多次被认为是喜讯 网上很多人都在同情张柏芝 燕照门事件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张柏芝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她说自己年纪小 对那个男人一往情深就答应了 可是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 让她后悔不及 事情已经发生很长时间了 我们也没有必要继续追究下去 无论真实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都不要追究 好好享受现在吧 别让更多的灾难再次降临 继陈关系合照后 张柏芝和谢霆锋 在2011年的婚姻中再次闹出了绯闻 张柏芝更是心灰意冷 她说张柏芝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也很难熬过去 现在张柏芝有了三个儿子 作为父亲和母亲 她现在过着幸福美满的人生 张柏芝简直就是一个超级母亲 她说过 如果一切都过去了 那就不要再回头了 要往好的方面想 看来张柏芝是真的这么做了 张柏芝再次谈及这次的相片 伤心至极 她抽气着给自己打气 不要往后想 我们也想让张柏芝彻底地走出阴影 让所有人都原谅张柏芝吧 她的两个孩子都是那么的成熟 张柏芝觉得既然已经做了 那就应该承担 承担后果 不能再后悔 要继续向前 十一年过去了 她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她没有责怪任何人 哪怕再强大的人 也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伤心 三十八岁的她 决定一次又一次地走下去 勇敢地去面对人生 现在 陈关希已经嫁给了 超级模特秦淑培 并且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阿娇 阿娇亦与台湾一生赖红果结婚 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点 张柏芝依旧是个光棍 但是有三个小白脸在她的身边 她还是很开心的 张柏芝说的不怨她 她不知道是不是陈关希 但张柏芝却没有责怪陈关希的意思 他们曾经在一架航班上偶然相遇 并慷慨合影 在娱乐圈里 三个孩子出生以后 他们的身体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解就是其中之一 她在生了三个孩子后 体重明显增加了不少 最近一次 她又因为素颜和非素颜上的巨大差异 而被很多人诟病 不得不说 她现代的样子实在是让人不敢直视 根本不像是一个经常出现在屏幕上的女演员 不过 也有一些明星 像小S和张柏芝一样 在三个宝宝之后 身材依然很好 张柏芝虽然重返演艺圈也有一段时间了 但她的身材依然很好 丝毫没有和以前相比 她还说自己现在的体重比刚出生的时候要轻很多 这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 让她对自己的身体控制得很好 可是 尽管这对她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冲击 对她的家人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冲击 但是 如果她能跟以前的自己说一句 那么她就不会说以后的日子会很艰难 她会告诉自己 不要后悔 不要回头 她不会让自己的一辈子都只会接收好的东西 她会接纳不好的东西 不会因为自己而懊恼 而坦然的负责任的过着自己的生活 张柏芝忙于工作 有一段时间没有晒娃 去年11月曾公开为Max庆祝四岁生日 疑似有混血基因的Max一头黄黑相间的头发很抢眼 2018年11月 张柏芝在香港养和医院秘密剩下三胎儿子Max 其出生证明曾被媒体曝光 生父一蓝细空白 此举表明张柏芝会承担儿子的抚养权 法律上不需要南方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对Max生父的信息 张柏芝讳莫如深从未透露 至今是娱乐圈未解之谜 此前有传闻指Max的生父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外籍工程师Leo 不过张柏芝一直没有回应 蓝绿外界猜测 张柏芝一个人带三个小朋友固然辛苦 但三胎儿子的出现改变了她的生活 事业也因为Max再次腾飞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Max带来了巨大的话题度 张柏芝乘风破浪成为袭击女王 此前有媒体曾指张柏芝每年可以从谢霆锋那里收到8000万的抚养费 但张柏芝原封不动 全部存起来留给两个儿子日后使用 若消息属实 也正好说明张柏芝为什么有8000万抚养费还那么努力赚钱 而且张柏芝视频中的一些镜头 很多都是男友视角 是别人帮他拍摄的 估计就是这位牵手的男子 两人一同溜娃 好似真夫妻 感觉关系很要好 不过 既然张柏芝能带着儿子跟男子约会 可见男方并不介意当孩子的继父 大方接受了张柏芝离异带三娃的情况 或许是遇到真爱了 其实这对张柏芝来说也算是好事一桩 自打他生下小儿子后 外界一直猜测孩子生父的身份 碍于舆论影响 张柏芝也没有公开生父 孩子更不可能见过爸爸 如今小儿子有了继父就能感受父爱了 对于张柏芝的种种 谢霆锋保持沉默 他正在日本度假 王妃一次随他出游 不过 无论张柏芝是否恋爱 都是他自己的事情 希望他也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 好 好